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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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两国友好交往做出重要贡献 中非同为亚洲发展中国家 两国发展根植于牧林友好的周边环境 根植于合作共赢的亚洲大家庭 中国奉行侵诚慧荣的周边外交理念 一向坚持与林为善 以林为伴 中方始终重视中非关系 愿同非方一道 推动中非关系行稳致远 希望你继续为两国友好合作发挥重要作用 杜特尔特表示 感谢中方对菲律宾经济社会发展 基于宝贵支持 特别是慷慨帮助非抗击新冠疫情 发展非中友好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利益 也是大多数菲律宾人民的愿望 我愿继续为推动非中友好发挥作用 王毅参加会见 今年以来 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 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 各地区各部门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 上半年市场需求逐步恢复 生产供给持续增加 就业物价总体稳定 居民收入平稳增长 经济运行整体回升向好 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593034亿元 同比增长5.5% 比一季度加快了1.0个百分点 分季度看 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同比增长4.5% 二季度增长6.3% 延续恢复态势 从全球看 在各主要经济体当中 中国经济增速仍然是最快的 经济增速应该说是含金量比较高的一个速度 那么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长低迷 主要经济体增长法力 我国经济保持了较快增长 对全球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近期主要国际组织上调了全球经济增长预期 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因为中国经济会不向好 结构改善 动能优化 从需求测看 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由去年的 以投资和出口拉动为主 转为以消费和投资拉动为主 其中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明显提升 今年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 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70% 从生产端来看 下粮生产再获丰收 产量居历史第二高位 经济增长由去年以工业推动为主 转为服务业和工业共同推动 其中服务业增长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60% 创新驱动绿色发展 上半年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2.5%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 锂离子电池制造业增加值 同比都增长20%以上 新能源汽车 充电桩等 新能源产品产量增长30%以上 能源利用效率继续提升 单位GDP能耗同比下降0.4% 绿色转型成效明显 与经济增长协同作用显著增强 高水平开放扩大 贸易结构优化 上半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 同比增长2.1% 其中附加值较高的 一般贸易进出口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 上升到65.5% 上半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进出口增长9.8% 贸易多元化发展向好 就业稳步扩大 民生持续改善 今年以来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总体下降 6月份降至5.2% 接近疫情前同期水平 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实际增长5.8% 高于同期GDP增速 也比上年全年明显加快 今年以来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 坚定有力 取得了新的进展 呈现出新的气象 我们要继续保持战略定力 不断增强内生动力 加快塑造发展新优势 推动经济实现 致得有效提升和量的合力增长 从全年看尽管面临压力和挑战 但随着就业改善 居民收入增加 内需拉动逐步增强 供给结构优化调整 新动能成长壮大 经济将稳步恢复 发展质量将继续提升 中国有信心有条件 也有能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 预期目标任务 本台消息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刊发长篇通讯 努力建设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引领生态文明建设 即时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 17号在北京 会见由俄罗斯公正俄罗斯爱国者 为了真理党主席 米罗诺夫率领的 共俄党干部考察团 赵乐际表示 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 战略引领和亲自推动下 中俄政治互信持续深化 务实合作稳步推进 国际协作紧密有效 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中国共产党愿同共俄党一道 全面落实两国元首共识 不断丰富两党交往内涵 为促进新时代中俄关系发展 做出新的贡献 中国全国人大与俄罗斯联邦会议 一直保持良好交往 愿进一步深化交流互建 为两国全方位合作 提供更完善的法律保障 米罗诺夫表示 共俄党高度珍视俄中两国 和两党友好合作关系 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建 促进俄中议会合作深入发展 全国政协17号在京召开 2023年上半年宏观经济形势 分析座谈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 出席并讲话 他表示要从新时代 我国经济发展历史性成就 和当前我国经济运行 持续回升向好态势中 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中共中央驾驭复杂局面 从容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 卓越政治智慧和高超领导艺术中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中共中央 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 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 以更加坚定的信心决心 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王沪宁表示 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做好当前经济工作的重要论述 是指导做好新时代经济工作的 根本遵循 要认真学习领会 抓好贯彻落实 全面辩证长远地看待我国经济形势 高质量完成 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 人民政协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 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 行稳致远献计出力 全国政协委员和专家 宁吉哲 林毅夫 易刚 陈四清 白崇恩 杨成长 王昌林 徐南平 温书刚 杨伟民等发言 大家认为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整体回升向好 市场需求稳步恢复 生产供给持续增加 要保持战略定力 着力稳增长保民生防风险 推动我国经济运行持续好转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会议 国家统计局 全国工商联负责同志 介绍有关情况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 盗会听取意见建议 同委员互动交流 政治盛夏 我国首批设立的五个国家公园里 绿意盎然 生机勃勃 自2021年国家公园设立以来 各地高质量高标准 推动国家公园体系建设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位于海南岛中部 总面积4269平方公里 涵盖了海南岛95%以上的原始林 和55%以上的天然林 近年来海南加快建设 智慧雨林项目 依托振动传感器 红外线热感应触发相机等手段 实现了对五指山 英哥林等重点区域的监管权覆盖 通过这个平台 为我们保护给科研 提供一个技术基层 不要过多的人质干预 让整个CD处一种 治人这种状态 是最好的一个保护措施 随着更多科技手段的运用 国家公园监测和保护能力 也在显著提升 这里是五夷山国家公园的核心区 这里记录到的鸟类达430种 让全国种数的近四分之一 在这片广袤的山林中 工作人员布设了 将近800个红外相机 捕捉到了许多野生动物的 珍贵影像 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中华穿山甲 黑级等一批 旗舰物种 时隔十多年重新现身 7月8号 五夷山国家公园 再添5个昆虫新种 自2016年开展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以来 已累计发现24个新物种 生物多样性不断丰富 在地处青藏高原附地的 三江原国家公园 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 在国家公园境内的动物种群和数量 都有了明显增加 过去难得一见的珍稀动物雪豹 频频亮相 金钱豹 野牦牛 黑井鹤 藏鸣羊等 高原野生动物在此繁衍生息 成为它们的重要栖息地 各地还不断创新体制机制 进一步完善国家公园建设的制度保障 吉林 黑龙江两省密切配合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 生态系统得到整体保护修复 野生东北虎增长至50只以上 野生东北豹增长至60只以上 已成为我国仅有的 野生东北虎豹稳定栖息地 和扩散种源地 大熊猫国家公园 涉及四川 陕西 甘肃三省 近年来各地不断完善体制机制 建立起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机构 协作工作机制 采取风山御林 植被恢复 综合巡护 专项巡查等措施 重点修复受损的大熊猫栖息地 建设大熊猫重点生态廊道 野化放归基地等 同时国家公园辖区内的原住民 转为生态管护员 与大熊猫共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鼓励当地的居民转变生产生活方式 增强他们主任意识 让他们去保护这片林子 随着国家公园建设的扎实推进 生态红利不断释放 呈现出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良好局面 广西立足资源优势 打造以百色芒果为代表的特色水果 现代产业集群 为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产业支撑 眼下广西百色的芒果进入采摘季 果园一派忙碌 一颗颗芒果不仅帮助大家顺利脱贫 还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致富果 百色又将河谷光热条件分配 适宜芒果生长 近年来百色不断做大做强芒果产业 到去年底 百色市种植芒果面积达137万亩 成为全国最大芒果生产基地 然而作为热带水果 保鲜期短 运输损耗等问题 一度限制了当地芒果产业的发展 为破解这个难题 百色加快推广全程冷链加工 在这座刚刚投产的加工中心 每天可清洗分减芒果100吨左右 1200平方米的冷库 还能将芒果的保鲜储存时间 延长约两个月 过去芒果的销售只能集中在6到8月 现在通过全程冷链技术 储存时间延长了 鲜果就可以错峰上市 为农民征产征收 与此同时 百色还积极打造现代水果产业集群 延伸芒果产业链 在前端 百色建立了国内唯一的 国家芒果种制资源谱 在中端积极推广标准化生产技术应用 提升芒果产量和品质 在后端通过引进龙头企业 推出芒果干 果酱 饮品等一系列深加工产品 持续提升芒果的附加值 2022年 百色芒果加工产能超过20万吨 同比增长超过130% 2022年 广西园林水果种植面积超2000万亩 产量突破3000万吨 连续5年保持全国第一 发展形成了葡萄 荔枝 火龙果 柑橘 百香果 罗汉果等一批贵字号农业品牌 乡村振兴的活力不断增强 我们力争到2025年 水果产业总产值突破2000亿元 在全区培育10个 价值20亿元以上的水果区域公共品牌 促进果农收入实现新的提高 浦东新区推进高水平改革开放 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 实施方案实施两年来 450项任务中已完成或基本完成 413项 上个月 施罗德基金在上海浦东揭牌 这是全国新设的第四家 外商独资公募基金管理公司 目前 陆家嘴金融城 已经集聚了6000多家金融机构 引领区优秀的营商环境 成熟的金融市场体系 大量的从业人才 是我们青睐上海的原因 而对上海未来继续深化开放的预期 更加坚定了我们的选择 改革向深水区迈进 两年来 浦东探索实施市场主体登记确认制 市场准营承诺集入制 承诺制注销 强制注销等新一批商市制度改革 持续拓展开放的深度和广度 落地全国首家外商独资证券公司 两年间 浦东新增跨国公司地区总部59家 累计达到432家 许多措施都帮助进一步开放 这些措施都给我们在中国市场的信心 浦东持续强化科技创新 以构建形成了孵化器 科技企业加速器 大企业开放创新中心等 全链条创新孵化体系 两年时间 浦东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3250家 科技小巨人企业81家 熟通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和产业化 双向链接的快车道 加快在集成电路 生物医药 人工智能等领域 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 改革助力经济发展 今年1至5月 浦东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超过1070亿元 同比增长49.9%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超过1681亿元 同比增长37.1% 下一步 浦东新区将充分发挥 引领区 自贸实验区和综合改革试点 等一系列重大国家战略的叠加效应 更好地推进首创性的改革 引领性的开放 开拓性的创新 四川成都举行了一场迎大运 环城生态区健康跑活动 迎接即将召开的成都大运会 随着成都大运会的临近 成都也开启了全民支持大运的热潮 在健康跑活动现场 来自成都各行各业的市民代表 运动达人 体育社会团体等 1400多人参与其中 以健康跑的形式支持成都大运会 我们是成都人 我们要做好东道主 把我们成都最美的一面展示出来 欢迎全世界的大学生来到成都 呈现一场精彩的体育盛世 本次活动以环城生态区 一级绿道为基础 精选了四条健康跑路段 参与人员在不同路段同步起跑 营造浓厚的运动氛围 大家共同把我们成都市民的 精神分貌展现出来 然后共同去迎接整个大运的召开 展现一个我们的主人们的精神 今年第四号台风太厉 预计将于今天夜间 在广东电白到雷州一带沿海登陆 受台风影响 广东 广西 海南 福建等地部分地区 出现持续大道暴雨 其中广东西南部沿海 海南岛北部等地局地 将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过程 相关各地启动应急响应 进一步加强防范 海南采取停课停工停运停航等措施 开放应急避难场所 供群众避风避险 广东启动防台风交通管制措施 湛江茂名等地 关闭海滨景区 多部门联动 做好人员转移和隐患排查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2部门 近日联合印发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 规划提出将全面实施 强化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深化黄河文化研究发掘 提升环境配套服务设施 促进文化和旅游融合 加强数字黄河智慧展现等 五大重点任务 加快推进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民政部日前印发通知 将开展乡村著名行动 全面推进乡村地名命名管理 地名标志设置维护 地名文化保护弘扬 地名信息深化应用 和地名赋能产业发展 提升乡村地名建设水平 助力乡村振兴 国家重点水利工程 引汉继位工程 昨天实现先期通水 长江最大支流 汉江水源首次穿过秦岭 进入西安城市供水官网 目前引汉继位输配水工程 正在加紧建设 文空后将解决 咸阳 卫南 阳陵等 关中城市群用水需求 日前中国科学院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科研团队应用CT扫描 和3D重建等新技术 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出土的 哺乳动物化石中 成功识别出一块 距今约20万年左右的人类顶骨 这是近50年来 在周口店遗址区域首次发现的人类化石 为探索东亚地区 乃至世界人类的演化 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标本材料 今天下午在日本福岡 进行的游泳试锦赛 跳水项目女子双人三米版的决赛中 中国组合陈奕文 昌雅尼 以341.94分的绝对优势摘得冠军 随后在男子双人十米台的决赛中 中国组合杨浩和炼俊杰 为中国队再夺一金 目前在跳水项目 已经结束的七项决赛中 中国队全部夺冠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大型文化节目 中国书法大会研讨会 即第二季启动仪式 今天在京举行 与会专家学者和节目主创团队 围绕中国书法大会的形式创新 内容深度 传播效果 社会影响等主题 做了多维度 多层面的分析研讨 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今天发布消息称 克里米亚大桥在当地时间今天凌晨 遭到两艘乌克兰水面无人艇袭击 造成一对夫妻死亡 其女儿受伤 大桥路面受损 交通受到影响 目前铁路交通恢复 公路交通仍然中断 俄方谴责乌方实施恐怖袭击 俄罗斯联邦侦察委员会称 已进行了刑事立案 乌克兰国家通讯社今天报道说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称 乌方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乌克兰安全部门会在获得胜利后 公布所有细节 乌方还称 克里米亚大桥是俄军军用物资的 运输走廊之一 据乌克兰媒体此前报道 克里米亚大桥被攻击 是乌国家安全局和乌海军的一次 特别行动 使用了水面无人舰艇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 俄军挫败了乌方当天凌晨 对黑海港口塞瓦斯托波尔的攻击 击落两架无人机 电子压制五架无人机 摧毁两艘水面无人艇 俄军还挫败多个乌军侦察小组的行动 乌克兰军方称 乌军继续对俄军炮兵阵地 防空设施 人力和装备集中区等目标实施打击 并与俄军在巴赫木特基站 乌军在巴赫木特南部方向有所推进 在北部坚守阵地 对于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极数弹药 国际人士批评这种做法 将给地区民众带来长期危害 这类武器不仅对士兵 还会对平民造成巨大伤害 而且这种伤害会持续很多年 另外北约的持续扩张 将给全球安全带来长期负面影响 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对抗事件 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 俄方停止执行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 俄罗斯总统普京此前表示 消除俄罗斯粮食和化肥出口障碍的 相关规定没有得到履行 另据土耳其媒体报道 土总统埃尔多安表示 他将与普京就相关事宜进行沟通 希望该协议能够延长 部分日本和韩国民众 今天在福岛举行集会 抗议福岛核污染水排海计划 在福岛盘城市的海边 上百位日本民众 从福岛以及日本各地赶到现场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有条幅上面写着 不要将核污染水排放入海 这是一场关于守护海洋和生命的机会 核污染水里面有很多放射性物质 虽然政府说这些水里含有川 却隐瞒了里面还含有其他放射性物质的事实 不能排放核污染水 不能污染环境 我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 我有儿子 有孙子 以后我的孙子可能会埋怨我 为什么没有阻止核污染水排海 如果核污染水是安全的 那就直接用作饮用水就好了 为什么还要排放入海呢 这说明还是不安全 核事故已经造成了严重污染 人为排放核污染水更是不可接受 国际人士指出 日本强推核污染水排海 将严重危害全球海洋环境 必须予以制止 日本政府声称 他们已经对这些核污染水做了处理 但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 核污染水仍然会危害海洋 毕露沿海已捕鱼卫生的人们 将受到影响 核污染水排海将造成海洋污染 影响海洋生态系统 这对公众健康的风险不容忽视 如果核污染水是安全的 日本为什么要把它们排到海里 日本需要倾听本国民众 和国际社会的担忧 确保环境的安全 和世界各地人民的安全 加拿大消防部门公布的数据检示 截至北京时间 今天16点 加拿大森林大火燃烧中的火点中 有近66%的火点处于失控状态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埃波塔省 和魁北克省火情最为严重 埃波塔省埃德蒙顿市 空气质量受到严重影响 城市被烟埋笼罩 据美国媒体16号报道 加拿大灵火产生的烟埃再次波及美国 美国北部中西部等地至少11个州 当天发布空气质量警报 从蒙大拿州到伊利诺伊州的大片地区 空气质量指数为不健康 估计近6000万人受到影响 此外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州 里福塞德县日前接连燃起四起山火 其中最大一起过货面积 蔓延至30平方公里以上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叙利亚总统巴萨尔阿萨德 16号在首都大马士革 会见了到访的伊拉克总理苏达尼 这是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 伊拉克总理首次访门叙利亚 巴萨尔阿萨德强调 当前中东地区出现积极趋势 虚一两国应抓住机遇 进一步加强合作 苏达尼表示伊拉克一贯支持 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 呼吁西方解除对序单边制裁 据韩国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 今天的消息 本轮强强雨已在韩国造成 40人死亡 9人失踪 34人受伤 其中中清北到青州 地下车道被烟事故死亡人数 上升到13人 灾区超过2.6万公顷农田被烟 目前超过5500人居住在临时避难所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普拉克明附近的 陶氏化学公司一家化工厂 近日起火并引发多次爆炸 当地居民称数公里外 都能感受到爆炸引发的震动 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据美国媒体报道 起火点位于处理毅然有毒化学品 还阳已完的厂区 短暂接触还阳已完 可能导致肺损伤 呕吐和腹泻 长期接触可能致癌 当地民众担心 事故可能造成长期影响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 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更多移动视频 请下载央视频 观众朋友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